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早前指出 犀鸟之乡已经达到高收入地位 应该帮助发展较为落后的州属 针对敦马这一席话 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表示 懒得理会 他说沙拉越凭本事取得今天的成就 如果其他州属要成为高收入州 也应该靠自己管理经济和努力工作 同时强调沙拉越不是联邦政府 帮助贫穷州并非职责所在 他认为敦马不应该将犀鸟之乡 和其他州属做比较 尤其是面积较小的吉打州 因为沙拉越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来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 例如增加家庭收入 以及重点发展相区